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那是明朝的事了 我们家大部分人往上捣个十倍 十几倍 也都是在天津 所以我是天津人 一说着天津呢 好多人就先想到 煎饼果子 天津的各种小吃 什么包子 麻花 咱们这个吃货们是这么想的 听相声的呢 一想就是天津 哦 马三立先生 还有唱大鼓的各位艺术家 这是众多曲艺形势 发源兴盛发展的地方 所以天津呢 也是曲艺之乡 但刨开了这个美食和曲艺 这两个标签之外呢 我们得聊聊天津的另一个标签 这个天津自古以来 是一个游侠极具 群英会萃的武林宝地 这个标签叫什么呢 四个字 金门武林 我们从历史上看 天津的武术是怎么逐步发展的呢 天津嘛 它地处在海河水系的九河下烧 我们又是老说嘛 九河下烧天津位 三道福桥两道关 所以自古以来 天津是北京的重要门户 公元1404年 大明王朝在北方设立了 大同宣化 这是九边重镇的同时啊 在沿海呢 也设立了沈阳中卫 山海卫 威海卫 天津卫 这是军事卫所 根据明朝的兵制 卫啊 是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 军事建制 所以当时在天津周围 共设立了天津位 天津左位 天津右位 一共是三个位 清王朝建立之后呢 才并位所 公元1652年 天津的三个位合并起来 叫天津位 仍然是属于军事性的建制 所以我们现在常说天津位 其实这个位子就是今天的军事基地的意思 这个天津城 它最早的居民是军人 主要的职责呢 是驻建成员 蓄守卫城 监督保护曹运 修建 保护粮仓 以及屯田 和军事训练 而要完成这个 蓄守卫城 保护曹运的任务呢 这个天津位的军人呢 就要进行比较的军事训练 所以天津由起初的人口聚落 而逐渐发展成为军事重镇 成为了军事武术人才的聚散地 所以这就是为后来天津这个传统武术的成熟 和民间上武风气的形成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随着时代发展 天津的这个运河曹运的海关口岸呢 也逐渐繁荣了 一个地方的一繁荣 人就多了 河北山东 山西 河南 浙江 苏州 各地对个武林豪杰 跟这个船户 商国 官吏啊 等等就到天津来 来的很多 天津有办事的 有做生意的 有交朋友的 有谋生的 有投亲戚的 反正人来人往 慢慢的聚集这么一批 以全谋生 以武会友 以武结社的武林人士 这一下天津没热闹 全场林立 流派丛生 各种这个兵器啊 全种啊 也逐渐的发展起来了 天津出了很多的武副名人 那么最出名的 大家最熟悉的 拍成过电视剧的呢 就是今天咱们要聊的 京武元祖 火源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 对英雄侠客的描写和颂扬 大家特别喜欢 这崇拜呀 牙无虾呀 豪爽啊 这个大虾的故事都爱听 火源家呢 我们当年看过这个电视剧 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香港拍了一个电视剧 在电视剧里的形象 民族英雄 爱国大虾 我印象很深 因为那会儿有这个电视剧的时候 我还没多大呢 当时在天津嘛 还都小 播这个电视剧的时候 哪真是万人空相 街上都没人了 都回家看电视去 我印象中有一次 我跟着我母亲回我姥姥家 晚上呢 从姥姥家出来呢 就就闹着跟我妈赶紧走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晚上有电视剧 火源家 然后就出来了 出来 马路边等公交车 一上公交车呢 车上人都满了 然后这个司机跟卖票的说了一句话 当家应该还有这么两三站小站 司机说了 跟你们说一声啊 这趟车 这两小站不停 我们是直接的到终点站 为什么呢 司机说 我得回去看火源家去 好 这话一说 车厢里边一片轰动啊 都高兴 开心 太好了 我们都是为了回家看电视剧去的 现在回想这个事 还在眼前一样 火源家在影视剧里边是 民族英雄 爱国大侠 他是这个 京武体育会的创始人 还有这个绝技 民族权嘛 是不是 电视剧里边 吓跑了这个外国大历史 后来让这个日本医生给毒死了 有个徒弟叫陈真 后来陈真也拍电视剧 大伙一步一步接着看 这些都是电影啊 电视里边对火源家的认知和描写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火源家是什么样 他是怎么成为民族英雄呢 哎 就是咱们得好好的聊一聊 后颜甲自俊清 没有什么显赫的身世 出生于清朝同志年间 他是天津 净海小南河村的人 这个现在这属于是天津的西清区了 净海呢 这个地方呢 自古多严捡地 因为我听我们家的老人聊天 包括我们家的家谱上也说 明朝 红治十一年的时候 我们家的人 就搁十一个 有打这个山西分阳出来 就到净海来 因为净海这儿啊 说土地很便宜 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买一大片土地 所以说我们家的人 据说先奔在净海 但是后来就可能买地没成功吧 在这个流落到了天津 当然天津净海这都挨着 这都不远 那个霍家呢 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里边 当年也算是贫困一族吧 小院子 几间土皮房什么的 霍家是一个迷宗权的世家 迷宗权又叫燕青权 相传是梁山上的好汉 卢俊逸 跟这浪子燕青 一点俩鞭子 霍原甲的父亲呢 叫霍恩帝 他是保镖卫生的 霍原甲小的时候身体不好 体弱多病 父亲呢 不让他练武 怎么呢 你这个身体这么弱 你要练武以后 有损我霍家的名声 所以说 不穿他 不让他练 在这霍原甲呢 有心胸 不让我练 我也得练 天天留心啊 处处地看 你们练 我就瞧着 偷艺这叫 这个瞒不住 后来的父亲就知道了 虽然说数了他吧 有些个责罚吧 但是呢 也不再阻挠他了 乐意学就跟着学吧 嗯 霍原甲天资聪勇 毅力惊人 在兄弟之中呢 出类朝群 一晃呢 这霍原甲青年时期了 他得活着呀 为了养家糊口 离乡背井 来到了天津城 谋求生路 刚来的时候 也就是凭力气吃饭呗 是吧 跟着挖河去 啊 给人当脚夫 就挑东西 到了重庆 叫棒棒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就跟普通的搬运工事一样 凭力气吃饭 那么霍原甲 能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成长为一个民族的英雄 跟一个人是脱不开关系的 这个人呢 叫农晋孙 农先生 留学日本 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回国后呢 在怀庆会馆 开了一个药站 霍原甲就是遇见了 农晋孙 才算是找了这么一个固定的 棋身之处 这个农晋孙呢 他留学日本 他的眼界 他的格局都很大 所以这就是那句话 叫慧眼识英雄 觉得这人行 就被这霍原甲留下来 你呀 在要站这 帮工吧 这俩人呢 平时没事一聊天 一干嘛呢 意气相投 慢慢的就成了好朋友了 他留过学嘛 农晋孙 见过十年 当时是属于是进步青年 所以经常的给霍原甲 就讲一些个 古今中外 历史上的一些个 人人志士 反正就这种耳濡目染 哎 霍原甲呢 逐渐就 由一届莽夫 准变为 有节有益的 这个爱国青年 后来 有一叫陈铁生的人 陈铁生啊 给霍原甲做过翻译 他曾经记录过 他这个写过啊 说这个霍原甲长什么样 他的原文是这么说 说霍原甲 衣着朴素 形象高大 盘树顶上 就这个辫子 盘好了啊 在脑子上别着 灰色土布 短衣扇裤 布靴 腰间 树袋 完全一个北方 土佬装束 身高约五尺八寸 腰围横阔 面色褶黄 雄腰虎部 手足敏捷 重约二百磅 哎 你看这么一说 咱们就很形象 一个高大威猛啊 有功夫在身的霍原甲 这一看这是按电视剧来说 他有主角的光环呢 主角嘛 他这一定得有一个强大的对手 那么让霍原甲一下出名的呢 就是跟俄国大历史的这个故事 据说在光绪27年 来了一个俄国人 来天津 在西园子卖艺 在报纸上登广告 说我是世界第一大历史 打遍中国无敌手 这贴出来之后 大伙看完都生气 太狂了 人哪能这么狂 是不是 再一个怎么你就世界第一啊 这个不像话 火源甲也看见了 一听说这俄国人信口慈黄 说中国人无能啊 真气坏了 就约了这个农进孙 还有自己的徒弟 就刘震盛 去了 到那儿呢 一瞧这俄国大历史呢 在台上正吹呢 我是世界第一大历史 你们这个病夫之国 谁有能力 你们上来登台较量 那火源甲呢 一下就生气了 一个箭步上了西台 开门见山 我就是你说的东亚病夫 我愿意跟你较量较量 有翻译 就把这火源甲这来历 他的这个生平 都告诉俄国人了 俄国人呢 那先聊了呗 火源甲说 你不能无我中华呀 是不是 提三个条件 一 重新登广告 你要去掉世界第一 第二 你要公开承认 侮辱中国是错误的 当众赔罪谢过 否则的话 就是第三个条件 我得跟你 欲决辞凶 而且你现在就得定 这俄国大历史一瞧 又坏了 那得了 我就答应您 前两个要求吧 那个登报 然后道歉 灰溜溜的离开了天津 当然这个呢 是一个民间的故事 是不是历史上 真实发生的 现在不好考证 口口相传而已 不过在历史上呢 的确是有 火源甲打了一台的事 还登了报纸了 现在我们查资料 最早对火源甲的文字 记载的是1909年 那年12月的报上 这个内容就是 火源甲 在上海张园 这个张园出口协会展览上 设这个累财的事 报纸上呢 是这么写的 火君原甲 直立人 经全树 为北省之冠 就是火源甲呀 是河北人 直立嘛 当年叫 经全树 经通全树 为北省之冠 天下分南北 在北部来说 他是最厉害的了 此次 偶来护上 颇觉济扬 偶然间这次呢 到上海来玩来 就觉得能力挺大 然后觉得手挺痒痒 憋着要鄙视鄙视 久仰南方 多刚强之事 顺道访友 特设台于 上海静安四路 张园 出品协会 大会场 音乐厅内 大戏台上 比较全力 如能胜获利是者 赠以贵重之财物 护上中西人士 越来鄙视者 请于21 22 23日下午 两点钟起 至五点钟止 入内挂号可以 报纸说了啊 说这火源家来自北方 张园设了擂台 由于寄养 防友 招揽比武之人 他这个广告 反正是有明显的 商业宣传的这个意味 所以从这个广告看呢 他可能当时是一个 靠武术表演为生的武师 这个张园啊 是清朝的时候 一个豪斋 孙中山的溥仪啊 都在那住过 反正几经转手吧 人富商买下来了 简称叫张园 对老百姓呢 免费开放 这是当时挺大的一个私家园里和公共场合 他地处租迹 交通便利 在清末民处的上海 一直是各类演讲啊 赛会啊 游艺啊 运动会的这个重要场合 也就邀邀请大力士 这种比赛啊 什么涉类啊 这是经常的 这是一种娱乐形式的表演 满足人们当时的需要 那也就说 霍元甲当时是应邀在舞台上 擂台上献祭的这个武师 他跟当时上海 比如茶园游艺场 比表演大历史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离这民族英雄呢 这么说 他就这个形象差的远一点 那么到底有没有跟外国大历史 打过立台呢 历史上真实记载是什么样的 你看咱们查过资料说 1909年12月4号 时报上有一篇报道 是这个中西大历史比较权力之创军 内容就是霍元甲 跟美国的大历史 叫这个奥皮音 原文就这么写的 咱也不是人家本名叫什么 年头也太多 1909年的 当时记载 按照中文说叫奥皮音 说俩人呢 要约驾 报纸说了 又文 大历史霍元甲 前日以登台誓言 权力惊勇绝伦 无敢与之较量者 昨日 由美国大历史奥皮音 与霍军 定立生死书 寻力 报名补防 被阴阳一千元以为财物 准之日下午两点钟 在音乐厂 歌舞台上 各以死力相拼 届时必有一场狠斗 是成我中国从来未有之创决也 关于这个约战呢 有不一样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 奥皮音 1909年春 在上海阿波罗影戏院 表演健美 每次上台表演都大肆叫嚣一番 上海无人应战 原本他就是一乘一时之快 但他也没想到 最后这个引来了对手 一听说火炎甲药来 害怕了 因为我这个有事先走 咱明年春天 到了转年春天四月份 火炎甲又来了 到这就找他 这奥皮音这个 你听说怎么又来了呢 是不是 狭路相逢 聊了呗 挺害怕 反正就是种种借口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到最后 双朋友立下生死状 这之后什么陈其美啊 农进孙的发起了募捐 巨款 租的这个上海静安寺的张员 搭这个比武擂台 比武当前人都满了 水泄不通呢 但是奥皮音的没露面 跑了 所以最后这场比赛 就是这个 从较量变成了国内高手的一个展示 当时现场观众上千人 火炎甲 记牙群雄 一惊四座 这是一种说法 还是一种说法呢 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 其他报纸说 说这个 火炎甲与外国大力士生死对决 最终并没有达成 原因是中西证人为其补防会 发照会 什么意思呢 就演出你得办演出许可证 但他这个 这许可证没办下来 所以这个事儿没成 当时时报上也这么写了 霍君千元之款 一以备齐 在台上代之多时 因剿迹不成 而观者慎重 耐请台下诸人 任便于笔身上可随意击打三下 两久无感应者 乃眼全法多套而散 什么意思呢 说火炎甲看观众来挺多 没打成呢 你别遗憾 你们上来随便跟我打 每人打我三下 没人打 最后呢 人家火炎甲自己打了几套拳法 让观众呢 保一保耳服 这个从这之后呢 火炎甲呢 在时报上 以中国大力士的名义 连登了三天的广告 从这广告上 咱看得出来 他这会儿 他又有这个办学的意愿 当时革命的星星之火 在全国蔓延呢 所以说呢 很多喜欢武术 爱家的这个忠勇之士 一拍即合 成立了这个中国精武体操会 农浸孙任会长 火炎甲武术教练 他有这个强种强国的愿望 火炎甲说 遇使国强非人人尚无不可 打破了密宗权不败传的家规 博彩众家之长 公开的传授国人 当然了 到最后呢 这个火炎甲的这个故事呢 他不像影视剧里面那么传奇 你包括他最后去世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 死在了日本人手里边 说这个 很多人日本人 以这个酒宴邀请火炎甲去了 酒宴前呢 看火炎甲咳嗽 就推荐了日本的医生叫邱野 给火炎甲看病 还开了药给他吃 结果吃完药之后 病情加重 接回来才知道 吃的药是慢性的毒药 那日本医生也不是逃哪去了 所以火炎甲病逝于 京武体育会 那么最后说 这到底是不是这么死呢 现在因为没有一个 正确准确的定论 历史上真实的火炎甲 怎么样 我们现在只能在 报纸文章中 拼走他的故事 但是 火炎甲这个人物 身上这种正直刚毅 在当年那样的乱世 没有畏惧 用武术实现薄国 从这一点来说 他就是一个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过